今天有两台国能号12轴机车牵引着108节车厢的超万吨重载智能列车 从陕西的朱盖塔货运编组站出发 中到河北黄华港站 这标志着货运列车智能驾驶成套技术 在国能包神铁路集团神朔铁路牵引机车上批量应用 为了解决安全驾驶问题 国能包神铁路集团联合中车租机场、中车租州所 攻克地理、线路、气候、长大坡度四大难题 实现了智能驾驶技术成果普系化批量运用 具体成果为实现了多个国内第一 首次实现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、信号与义务检测防护的自动吊车作业 首次实现正线区间的长距离自主义务检测与巡检 首次在重载列车上运用雨雪模式 首次开展机车全景状态监视与远程驾驶等等 随着智能驾驶的扣入 既提高的潮传的减度也较低了创伟业的劳动敲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